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今天再来给大家说说有关脖子方面的各种包块问题 像是淋巴结合或是甲状腺结结等等 还有一个比较好用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就是在此之前呢,也有刚有一期视频给大家分享过 症状还比较轻微的,不疼也不痒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用单位的毛爪草煮水喝,就可以帮助调理 而且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相对来说呢,比较严重的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今天主要就是来给大家说一说这种情况 那在此之前呢,先来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 就是在那一期视频播完之后呢 第二天就看到很多网友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说 不知道毛爪草是什么,长什么样子 还有些人问药店能不能买到等等 发现很多朋友呢,都是没有听说过 也根本就没有见过毛爪草的 这里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毛爪草属毛根科 素生多数肉质小块根 它的样子就像是毛爪一样 有厚厚的肉垫子 所以才叫做毛爪草 它性为肝温,为肝肺精 功效就是能够化痰散结,解毒消毒 用于治疗各种裸力弹核,钉疮肿毒,蛇虫咬伤 所以说,只要是肝精所循性经过的地方 像是甲状腺结结,腋腺增生,偏头痛等等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具体用量根据每个人的实际体质情况适当配比 那接下来进入正题 就是对于出现在脖子上的各种包块问题 相对来说,问题比较严重些的 像是皮下囊肿,脂肪瘤,或是淋巴结结,甲状腺结结 甚至是比较常见的出现在颈后大锥附近的富贵包等问题 我们又该怎么办 这里同样,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好用的小方 是清代名医陈国鹏,记录在他的医学著作 医学星物里面的名字叫做肖罗丸 一说到这个名字,相信一部分人也不陌生 专门针对调理的就是脖子上的各种包块问题 方子也很简单,主要是由玄申,牡利,赵贝母这三位要组成 这是因为,对于脖子上为什么会长包块这种问题 不管是囊肿,脂肪瘤,或者是淋巴结结,甲状腺结结 历代一家一致认为,这大多都是由三种邪气所造成的 一是肝气郁结,还有就是体内弹湿,最后就是淤血 生活中,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可以发现 女性朋友,脖子上长包块的概率要比男人大得多 再有就是,通常胖的人脖子上长包块的概率要比瘦人大得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胖人喜欢肥肝后味,身上多痰湿 女性常常又容易端气不舒 如果本身再有痰湿的话 痰气护结,每次生气,怒气夹杂着痰湿 就会往上冲,冲到脖子处,往往就会出现卡顿 时间越长,越堵越多,慢慢就会成形,形成包块 这样的话,气血进不来,就会形成局部淤血 因此对于此种情况,我们主要的调理思路就是 礼气,化痰,软肩散结 这个方子里面用到的悬肾,它是黑色的,入肾 能够把肾里面的虚火拽下来 能够滋阴浅阳 肾里面的虚火没有了,就不会引发肝火 就不会生气 母粒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软肩散结 赵贝母的主要作用也是化痰散结 并且也要记载说,用这个方子 一个妇人每天一次 三十余天,脖子上的肿块就消失了 当然,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调理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饮食生活习惯的调整 以及保持情绪上的乐观开朗 效果才会比较好 今天就给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先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或是私信问我在闲暇时 会给大家一些指导和帮助 也希望大家能够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看到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